好耶好耶 我終於結帳了 各位很久沒見了 其實我一直都很不舒服 今天我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現在就講這個2022星象回顧 奇火星逆行雙子座的Part 9 還有我製作這條片 是在本年11月13日 星期日的晚 我相信今晚是上載不及 但希望明天14日 星期一可以上載 而且因為事隔這麼久 我都怕大家的記憶有點模糊 所以是強烈奉勸大家重溫之前的片 至少是重溫三條 六七八這三部分 其實Part 6是短片 短片 至少是回顧五 六 七 八 還有呢 在上期Part 8那裡 其實我留了一個關子 其實是一個努力激動的IQ題 就問一下 大家 因為上期我講到 其實這個雙魚年 也是電影的年份 你們看回上集Part 8 也都講了 什麼奧斯卡發生的那些不同的事情 也都把我們那個焦點 大大地放在電影世界 就算回到香港 我上次的影片就留了一個關子問大家 你猜一下我們香港電影業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的Model Lancer 就是那時候 各位網絡鋪天蓋地 很多人都仗義伸出援手 去幫助古天樂這一部明日戰記的戲 這個其實是我心目中的Model Lancer 都有些粉絲好像是答對了 還有最後根據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時至今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明日戰記的票房 已經去到6625萬 Alyssa 打破韓戰二的紀錄 成為香港史上最賣座華語片 你說這件事 尖聲是說得多重 我就說今年會有些大片誕生 果然香港史上第一 還有在這個疫情 這個時候 Alyssa 很多人是進不了場 為什麼可以在這個電影韓冬葉的時候 誕生一個香港史上最賣座的華語片 你說尖聲是否中到無論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不單止有一件超級電影誕生 很符合相遇的題目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相遇的題目是符合了的 首先有人說這套電影內地票房添加 因為持有戲院偷票房 偷東西 這些鼠舌狗偷 在陰暗面上收起來的行為 其實是跟雙魚有關 因為雙魚我們也是叫一些隱蔽工 去做一些隱鈍的事情 偷東西這些東西 還有你被人偷東西 其實你就是那個死亡 受害者 記不記得我之前說過 哎呀相遇相遇 其實就是主宰一些受苦受難者 但是這件事是曝光了給大家看到 然後讓我們去同情古天樂 Compassion 同情慈悲 這些也是相遇的題目 還有不要說只是我們去同情古天樂 其實說真的 他很值得我們的幫忙 因為他是道德感召到我們去仗義幫他 正所謂 那句叫什麼 哎呀 得道者多了 是不是 得道者多了 平時 你看回之前的人全部撐鼓巨機 全部走出來幫他發聲 因為他一直以來是很幫助人 其實道德感召就是 其實道德感召就是 這些是一個良好的恩果報應 Karma這些東西 以及感召 全部也是相遇的主題 所以這件事為什麼會是 我當時拍8去問IQ 為什麼這件事會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摩托蛋 因為這件事就 不單是說是香港電影一個創舉 但是也都在尖聲上面 他吃了很多不同的相遇的主題 說起古天樂 沒有記錯 他是天秤座的 好像是天秤好美好美的 是天秤座的 關於天秤座 接下來 因為各位記不記得我最近在社交媒體 Facebook IG Youtube社群 社群都好像有出一個post 我說我會出一個有關妹姐的post 妹姐當然都是天秤座 沒有記錯是雙十節出世 那個妹姐的post 我希望在15、16日 星期二和三會出 有關妹姐的post 我就是想說天秤座的道德感照 我在這裡提一提 就是因為現在古天樂的道德感照 普適到雙魚座這個 道德感照 但是本身古天樂也是天秤座 然後妹姐也是天秤座 有一點點關係 總之我想預先提一提大家 記得15、16日這段時候 星期二、三 去留意一下我的社交媒體 我又會去履行我之前另一個承諾 就是我會出一個關於妹姐的片 OK? 那古天樂的明日戰記 當然是我當時心裡的modern answer 因為part 8是整個月之前 很多新聞會圍繞這部電影 但是竟然在這個多月裡 香港的電影業發生了不同的奇跡 然後我們全部的目光都會看完電影業 首先有王子華領銜主演的《梵氣公深》 成為香港史上喜劇票房第一 為王子華一洗電影票房毒藥的污名 還有Staffy公開了泳衣照 然後這個《梵氣公深》是打破了周星馳的功夫 又是電影業的寒冬期 竟然創了這些紀錄 然後最後又說 直居了華語電影的第二位 所以你想想 在我們童年裡 有兩個TOP TOP 1 2都是今年發生的華語電影第一和第二 第一就是《明日戰記》 如果之前說的 那個 多少錢呢 賺到 都是6000 625萬 根據我得到的資料 咦 咦 不是啊 咦 咦 但是 算了算了 現在《梵氣公深》這個票房說6800萬 但是 究竟誰第一呢 我不知道 但總之 都是很厲害 咦 咦 不是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一直看那些片 我現在都一直看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我沒有更新的資料 但是 現在還說是超過7000萬 超了錢 好了 除了《梵氣公深》之外 然後 最近 當然大家 也都是不斷在探討 蘇玉華和林海峰等主演的正義回答 然後 還有 翁紫光 即是那個製作人 是的 監製 兼製作人 那 就 講這個 K先生事件 今天全城又是鬧 鬧得熱烘烘 OK 令到大家又是去 關注電影 當然 這部電影本身的口碑也是非常之好 然後又 漂房狂聲 又終於可以回到本 還有 回到本 還有這個K先生事件 又是 令到大家很關心電影葉 然後 這件事是很感動的 然後 最後我們終於 水落實出 知道原來 又是古天樂先生 去 做這件這麼道德的議局的事 什麼都不用說 立刻說 明天過數 不用多謝我 不用提我 努力為香港派一部好戲 又是好相如先 然後 偏偏又是古天樂 古天樂真的很令人敬仰 這個人 我一直拍這段影片 我心裡都很激動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 真的很尊重他 所以你想想 在這個超級相遇年裡 在我的電影葉 誕生了兩條巨片 果然我真的在那時候 2022預言 Part 2 of 5 即是椰菜腳封面 那條片 就說了 今年會有些舉小觸目的電影 在香港已經誕生了 這兩部電影 不知道盛義回郎會不會是第三部 當然盛義回郎的口碑 也是非常熱 即是有三部 真的中了這個 雙魚年就是電影年的這個 當然還有最後 不可以不說這個 媽的多重宇宙 香港是不是叫媽的多重宇宙 死定了 忘記了 當然這部電影 也是令到大家 即是當時是一個 很熱很熱的主題 還有其實裡面的 多重宇宙 即是不同的空間 這些很科幻的東西 其實也是相遇的主題 還有 大家記不記得 去成日貼了第三眼 即是類似 我們有些人會叫做 蟲果體 經常貼了這個眼 作為一個 不斷出現的目標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但在文學的目標 即是一個 不斷出現的一個 象徵物 其實這些什麼 蟲果體 第三眼 還有這些 很多不同的細 即是那些 reincarnation 輪迴 其實 又是完全是相遇的主題 所以這部電影也是吃了很多相遇的主題 然後當然這也是一部電影 所以又是 everything is about 相遇相遇相遇 那 果然就有一次是見證了 為什麼我說2022年是超級相遇年 OK 剛才做過一些回顧 現在就來到火翼相子的預言部分 其實相隔了整個月那麼久 我一直沒有出片 但其實我在社交媒體 每天就一直有出帖子 去講一些火翼相子的注意的地方 那些其實 已經是納入了預言部分 我亦都說了 我不會在影片裡再說 不過算了 因為我免得真的有些 朋友去 只是有看我的YouTube影片 而沒有 留意任何其他社交媒體 包括 即是他們可能連YouTube community 社群貼紙 community post 都不看的話 我唯有在這個影片裡再說一次 其實在這個火翼相子的時候 變動星座的朋友要小心 什麼叫變動星座 即是相子座 射手又叫人馬座 然後是處女座 然後是相餘座 這些朋友要特別小心 還有特別特別是相子 and 射手 這兩個星座 相冠軍地危險 雙魚處女 當然也危險 但是沒有那麼危險 還有 特別如果你們在這四個變動星座裡面 8-25度 有 星 有行星 即是日月水金火木土 又或者是 如果你們的公投位置 那些CUSP CUSP 或者叫做那些軸 什麼上升軸 天頂軸 如果在這四個變動星座 8-25度 的位置 即是踏在這些 這些的度數之間 那就很糟 當然更加嚴重的就是 如果你在這四個變動星座裡面 8-25度裏面 又有星 然後又有那些軸 那就閉上加閉了 還有我之前 已經提到大家去趨吉避空 例如說 六月中出生的太陽雙子座 當六月十三號 六月十七號 那就真的可以是 這段時候是還死的 OK 那特別 如果過去一年來 你無端端是 曾經是滲滲 吃東西勤 無緣無故被人中傷 那其實已經是一些先兆 來的了 那真是很有機會 在接下來這個火翼雙子的時候 是會還死的 暴斃啊 遭遇一些什麼 非來環禍啊 OK 那也有很多朋友 找了我去趨吉避空 OK 當然也有我講過 射手座 還有你們可以去看這裏的底圖 是的 那我是有講過 一些更加高高高危的群眾 例如 再說 太陽射手 那如果是 六月一二三號 或者是六月二十二號 一二二號 那這些 出生的朋友 那又是會特別敏感 那詳情你們看回這裏的底圖 或者你們去按回 我會在留言頁會放一條連結 那你們去看回那個帖子 那這裏 那這裏就是我火翼雙子的預言 那其實我之前說過 但是我 在Youtube這裏也是重生一次 希望大家接下來就 呃 是的 魚耳吉祥了 啊 最後就是這樣 我現在呢 Youtube channel 那個subscribers 都有 9 即是 現在這個moment 有9.87k 即是9,870人 左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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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去到一萬的了 那是一個很開心的數字 那如果我在11月尾 如果我youtube的訂閱是多於一萬的 我公開一個催急避空的錦囊 是給我全人類的 這個是適合全人類的 但當然你最好是找我做個人的服務 因為你自己有你最獨特的名格 你當然是找一個專門為你打造的鞋 一定是最舒服的 而不是說一色一樣 你穿38號鞋39號鞋 可能有時候會頂止 有時候會鬆 但如果你找一個專人幫你去搭 這對漂亮的鞋一定是最舒服的 好吧 我也可以給一個全宇宙都適用的 催急避空的解析 如果我youtube的訂閱 是過了一萬的話 在今個十一月結束 OK 但效力你當六七成 但真的好過沒有 看看大家的反應有多熱烈